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好 我是林德燕 歡迎收看時間密碼 今天是禮拜四 今天又是開低 走高 目前是漲5點 最多漲了81點 第二天只跌了 最危險的時候已經過去了 什麼時候最危險 我上禮拜提醒你的時候 上禮拜我是不是提醒你 指標出現背離 開關的都要走 緊接著大盤連跌7天 7天跌掉了快800點 今天要拔完 你再去殺股票就不對了 是不是 昨天開低走高 今天又是開低走高 六樓買股票喔 有沒有下去買 這兩天是最好的機會點 這兩天是最好的機會點 美國昨天是跌第二天 道琼跌228點 可是科技股的部分 表現相對是比較強 歐洲一直都很穩 上禮拜五歐洲才剛創歷史新高而已 上禮拜五德國法國剛創歷史新高 昨天只是小跌而已啦 昨天只是小跌 所以歐洲還是最強的 那美國重點還是在個股財報身上 每天都有大漲跟大跌的股票 完全都是個股財報在影響 你看禮拜二的時候 禮拜二 大跌的公司裡面 除了電動車以外 電動車的股票以外 禮拜二跌最重是誰 第一共和銀行有沒有 一天路要50% 把銀行股給拖累 我昨天給大家看過嘛 第一共和銀行 50%小卡士啦 真正跌2月的時候還有147 現在已經剩下多少 剩下7塊多而已 昨天第一共和銀行 股價繼續跌29% 我還沒聽 所以銀行股一樣被拖累 可是昨天 微軟大漲7.2% 財報力多 電動車的部分 徒生未來漲2% Fisca也是電動車 規模比較小的 漲22% 那特斯拉繼續跌4% 特斯拉上個禮拜 財報發布的時候 定禮拜期財報發布的時候 毛利低於20% 股價大跌9.7% 包含AT&T 也是跌10% 所以完全是個股行情啦 現階段全世界都一樣 都是個股財報的行情 台灣今天也是一樣啊 也有大漲的 也有跌停板的 對不對 財報利空跌停板的也有啊 是不是 這重點都跌個股 特斯拉這次跌那麼深 之前大漲帶動台灣 電動車的概念股 那這次壓回一樣啊 一樣啊 尤其80% 特斯拉的零件都在台灣 所以這個都會跟 特斯拉做同步的走勢 你看 同心店 大盤才跌多少而已 對大盤才跌個七天 已經只跌兩天了 大盤跌七天它已經跌翻掉了 所以一直以來 大盤都只是一個方向 個股該賣你就要賣了啦 你不要因為大盤沒有跌 個股該賣你捨不得賣 那你錯失第一時間之後 距離拉開了 你更下不了手 這樣就很麻煩了 你看我 特斯拉概念股貿連 大盤還沒下來 我們4月14號就開始賣了 279 他發佈現金230 我知道不對了 我就開始賣了 對我有提醒你們啊 我賣茂連 我有提醒你們啊對不對 這兩天有出現止跌了 最低跌到250 我們279賣的 沒落水吧 我們大盤吃就開始賣了 我們都是底部買246 我們買大盤的 漲上來之後 該賣的時候 我們250 279賣 避開這一波的下殺 所以我說我帶你進 我都會帶你出 帶你進我都會帶你出 只做機優股 電動車的部分 台辦買西亞 我們也是買底部的啊 你們都知道 很多人都有跟著一起買 跟著一起買無所謂 不怕你跟 我們買這種好公司 又是底部的 不怕你跟 那該賣的時候 我還是賣 你看現在剩多少 剩90 我們在這裡賣的 111賣的 我們111賣的 82 83買的 是不是都是買底部 高的時候 要會賣 否則這樣下來 那就可惜啦 是不是 雖然買80幾塊錢 還是賺錢啊 可是110幾沒有賣 是不是太可惜了 電動車未來10年 是10倍速的行情 可是不是死報活報 行情也是一波休息 再一波休息 再一波休息 串連起來 十年的大多頭嘛 所以漲高你要會賣 拉回來我們又求就好了嘛 跌生了我們再買 等它下次再大漲 漲高我們再賣 未來10年你電動車就這樣做 對我的來回走 低買高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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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錢賺不完的啊 可是你要會賣才可以 否則抱上去又掉下來 你撲到沒心 你就撲不下去了嘛 你就玩不下去了嘛 知道懂嗎 所以你要操作電動車概念股的 你跟著林鄭英一起做 台辦幾塊可以開始求 我知道 頭剛才的時間這麼不夠 不要急啦 茂蓮 憲增價格230還差太遠 所以不要急 不要說只要開這兩天還要去堆 再還打電 低點到 我就會帶會員買 到時候電動車概念股 哪些可以開始撿便宜的 我就會再出手 操作不要急 大盤 我提早給大家看過了嘛 收斂到尾聲 方向要抓的 我有在你拿刃喔 不是說沒有 想打下去了 上禮拜還特別提醒你 高檔出現背離了 一波比一波高 指標一波比一波低 高檔出現背離 提高檔都要走 都要賣了 記得嗎 我上禮拜就可以拿刃了 上禮拜都提醒你們了 連跌七天啊 一直跟你講 管的都快走 不好堆 找底部的賣沒關係 找底部的買沒關係 最危險的股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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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我都料想到了 最危險的股票 這20檔 我都有送你喔 我有送你喔 吃都大拔 我先給大家看 因為這一波大盤 已經止跌了 可是個股還沒止跌 你看這些股票 這段時間都大拔在 你看6104 創委有大拔嗎 對不對 穩帽有大拔嗎 有沒有大拔 有沒有大拔 有提早就在提醒有沒有 讓你閃開 有的還沒拔完的高利 讓你閃開有沒有 有的提早就在提醒有沒有 你看利基4968 今天還在跌 已經連拔三天了 今天還在拔跌 3081連亞 今天根本就是直接開跌停板 我上禮拜跌跌就跟你們講了 上禮拜已經提醒你了 這20檔股票全部都要避開 我為你們設想有沒有周到 高點叫你走 連最危險的股票 都提醒你讓你來索取 那你還沒避開我就沒辦法了 對不對 我已經是怎麼樣 人自益盡了 該做的我都做了 會員我們保護得好好的 管我們已經賣一堆股票去了 你還不是我會員的 就算你看我節目 我也是想盡辦法要保護你們嘛 可是你們節目看太多了 你們不是只看我一個人節目而已 黑白看黑白看 看黑白看 看還要我講話你們都不記得 那我這邊提醒的股票你們避開了 可是別的股票你們又傷到了 所以你還不如只看我一個人的節目 現在在發布財報 重點都在個股 個股才是最重要的 該賣你要賣 你看台積電財報發布 外資都說好啊 只有我說不對勁 第二季營收是掉的 我們台積電 三百七就開始說啊 三百七路坐上來 該走我們一樣走 四個十二後 財報不發布我們就走啊 行例五百一十八好不好 當天五百一十八破 我就講了 我走了喔 先走一步 先走一步 你們有的要小心 該走不要堅持 我們這裡走的 我們五百十八這裡走的 今天又破低四百八九 沒得了你們說嗎 有啊 你有台積電耶 你應該都要避開才行啊 我們連電三十五塊三十六塊 三五三六一路買上來的 相關 起到五十三塊 我也是守停力啊 告訴你跌破要走 就破啦 你在堅持也沒意義啊 是不是 我們堅持不買起來賺那麼多錢啊 日月光也是啊 日月光都是七十幾塊錢買 七二七三七十一路買上來的 我們堅持不買起來賺那麼多錢啊 我們也沒有放鬆啊 停力點一百零六跌破出清 帶你進我都會帶你出 帶你進我都會帶你出 是不是一百零六賣出 一百零六賣出夾不出 今天穿多少穿 是不是穿九十九塊 改賣你一定要會賺啦 股票投資就是不斷的 買進賣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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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如果一旦買進 不願意賣出的時候 你資金都卡住了 如果還在漲就無所謂 如果已經不對勁了 你還不賣 那不但資金卡住還套牢了對不對 所以改賣一定要向賣 帶你們錢我一定帶你們出 旺市百零六賣一百四三賣 我也跟你們說啊 一百四三賣現在存多少 一百二十二 一來一回 差二十塊 一頂就差兩萬塊啊 川湖 四百十八賣沒的 今天川湖還不錯 可是今天最低點 三百九十七 我們四百十八賣沒的 聯發科 五百五十塊 五百幾塊做起來 賺那麼多錢了 五百多做到七百多 快八百 該庭力該所為所啊對不對 四個垂直 聯發科七百四十三 庭力跌破全部出清 我們待會沒得到的 現在六個剩多少 今天是有錢啦 因為多太親了 六百三十八 多太親了跌身反彈 跌身反彈難免 可是如果還不到買進的時機 不要急了 不要急了 大盤連跌七天 跌得快八百點 很多人看法已經偏效於保守 看壞 我 昨天特別給大家看 把國際股市跟台股比較 支美股 才剛開始修正而已 半導體跟我們走的比較近 歐洲還在創歷史新高 人家離年限都還很遠 對不對 亞洲的部分 日本也沒那麼 落那麼近 南韓 印度才剛創歷史新高而已 全球股市都沒有破年限 只有我們打回來接近年限 所以我昨天特別跟大家講 這個盤金盤要結束了 已經快跌完了 沒有大家所想的那麼差 還是維持一個大區間 15186到15973 大概800點了 八百點裡面做震盪 那跌到底部就要起來了嘛 所以特別跟大家講 沒辦法看壞了喔 已經跌要完了 你看昨天 開地走高收紅 起三點 已經一半股票自跌了 藏你有買嗎 給大家看這是昨天的訊號 昨天禮拜三 對不對 9.27分 9.27分跌多一 9.27分跌幾 我在9.27分的時候跟會員講 底部快要出現了 會在15200點年限附近 這波下跌已經接近尾聲了 有些股票買跌已經出現了 我在昨天跌最重的時候 跟會員講已經快跌完了 買點要出現了 我們昨天 9.29分買環球晶 466元 付近買進 已經跌三個月了 你看環球晶間 今天多少 482了 482元了 482元啊 我們長 開始在求了 9.58分買拓凱 1894元 今天拓凱多少 205了 2005啊 我們長9.58分 買拓凱1894元 買附身應用 10.02分 買210元 你不敢求我們長 開始在求股票了 今天多少 285 15元啊 昨天買到今天已經5塊錢了 漢語博得 36.5 10.22 漢語博得 今天多少 37.65 也1塊啊 對不對 民安88塊買 已經跌兩個月了 今天 89塊 咱們88塊買 是不是1塊 你說 你們開始拿台股票 你們不敢買 我們開始求了 不怕你知道啦 訊號都給你看了 哪個老師敢拿這些訊號給你看的 今天台股又開低 開低就是讓你買的 開低走高收盤 目前是漲36點 目前是漲36點 這幾天還會反覆打底 你要求要快 要求要快 要求要快 老闆不要去求 找賺大錢 還在那底部的股票 對 你看總泰 我總泰 一直都沒賣 從41塊開始買的總泰之後 一直都沒賣 總泰買了之後 一直都沒賣 百貨股票都沒賣了 總泰 北比只有五倍 我一張都沒賣 你看大盤跌了800點下來 總泰就是沒賣 特定外資 特定外資 一直在加賣在 當然沒賣嘛 家鄉 北比到五倍而已 你看我專門找中底部的股票 讓會員買 都賺大錢 我們每個股票 找賺大錢的 雙虹 百錢 在那後面開始去 我們就開始賺了 就開始賣了 我們想六十幾% 該賣也叫賣去 對 脖子 三個催狗 都在那後面開始去 就賺了 說完之後都大氣 大氣也叫你們賣 對不對 無人機中光電 中光電 無人機 也是在那裡賣去就開始賺了 五十四塊就開始賺了 五十四塊錢就開始賺了 五十四塊錢就開始講了 五十四 五十七 五十八 五十六 五十幾塊錢一路開始買 會買底部 你才會賺大錢 漲高 該賣就要賣了嘛 我也叫你們不要再堆了 是不是下跌了 所以 像林鐵宴這樣 專找底部的股票來買 我們賺三十八五十八都沒問題了 賺三十八五十八都沒問題 我昨天教你們一個方法嘛 比較式的選股法 把個股跟大盤來比較 選擇領先下跌兩個月的 或者已經下跌三個月的來買 剛起跌的不要去追 等一下繼續跟大家談這個東西 很多強勢股都已經開始在醞釀了 認同我這種買底部的 我們利用現在一季的費用 一起來賺一整年的活動 我們一起來合作 這段訪問 收拾馬上回來 - 非凡商業台 - 非凡商業台 - 台湾第一個財經電視台 锁定非凡 掌握未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或未来 非凡商业台 台湾第一个财经电视台 锁定非凡 掌握未来 锁定非凡 掌握未来 欢迎回到现场 今天最后是涨36点 连续第二天止跌 那上星期就能拿钱了 注意喔 方向都出来了喔 起关的爱心走 上伙伴也提醒你们了 高档贝离出现了 起关的股票都要赶费 二十党最后一件的股票 上星期都赶费了 你们闭开 有闭开吗 你看联亚今天还在跌停 联亚今天还在跌停 我上星期说的时候跌账 有闭开吗 连跌七天之后 我昨天跟大家讲 挖完啊 跌完喔 不是大空头 只是修正坡 还在整个大区间里面 所以不要再抬啊 但也不是乱买 现在在发布财报 以个股走势为主 以个股走势为主 我们藏已经开始求了 你们不敢求 我们藏已经开始就求了 环球经 拓凯 附胜应用 汉语博德 明安 你们藏不敢求 我们藏已经在求了 啊 求不是乱买啊 你要有正确的方法 正确的方法 你才不会买错掉嘛 对不对 我昨天教了你们一个 最好用的方法 别人在教这个啦 只有林黑县在教而已 我昨天是教你们 大盘这是三个高点 二月 三月 四月 各一个高点 那如果跟大盘一样 都是四月才起跌的 主力正在撤退 这种股票最危险 一定要撤退 这种股票很多啊 比如说 普瑞 是不是四月才刚开始起跌 6510经测 才刚开始起跌而已 3035致元 四月刚开始起跌而已 文茂 这种四个刚开始拔而已 3081 都四个刚开始拔 六七三二 四月刚开始起跌的 你都要省开 对 倍率 连三两支跌厅板啊 所以这种 四月刚起跌的 就算宽团也不可以买 要买两个都是一种 三月开始起跌的 又业绩好 倍比低了 或者二月就开始跌了 已经35个 获利还创新高 要买两个这两种 你看我昨天 为什么买环球金 拔三个的啊 三月营收 第一季都创历史新高 尤其MACD 30分的出现倍离了 所以我们涨了败 今天就开始涨了 对不对 买副胜用 为什么买副胜用 二个就开始拔啊 已经拔两个的啊 再拔比到五倍而已 你看又有特定人 特定法人 一直在加抹胜 企业也抹胜也抹 下来跌 下来的时候买更多 那昨天买 今天就已经大涨了 对不对 所以我没有黑白抹 我们的抹都是有原因的 早二月或三月开始起跌的 拓凯昨天买 为什么昨天买 北比才七倍而已 尤其已经连跌两个月了 特定主力 再加码买进 所以藏位今天已经开始起了 包括这也是啊 对明安已经拔两个月了 拔比五倍而已 这两天是最好做单股周周发的时机 我今天买这一档 外资连买四天 连续两年 EPS都七块钱以上 单股周周发 今天是最好进场的时机点 我们买这一档 另外买这一档单股周周发 只买当天涨停 头一档的 头一档的单股周周发 所以你也可以设定一部分资金 跟着我们一起 一个礼拜操作 周周结算 周周领周薪 风险有限 搭配破断操作 效果会更好 这个行情 赶快锁定 赶快锁定 已经跌两个月三个月的股票 让林德燕带着你做 一季的费用 一起来赚一整年 最好祝您操作顺利 本公司与所推荐 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 无不当之财务任意关系 本节目资料请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深深评估 应似付投资风险